字幕提供 好 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梅老師要跟各位小朋友 一起來製作一個叫做 寶特瓶的風向劑 那這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要用到的器材 那第一個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個寶特瓶 然後再來呢 這是我們的吸管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吸的明線 好 還有一個什麼 就是這個特殊的材料 小朋友辦生日的時候 不是用什麼 有一個蛋糕的什麼紙盤 對不對 另外有剪刀 然後再來是雙面膠 還有什麼 控膠膠袋 這是我們要製作 所謂的寶特瓶風向劑的 一些簡單的材料 好 那我們怎麼樣製作 我們的寶特瓶的風向劑呢 其實很簡單 一般來講要準備 至少要準備兩片什麼 兩張這個蛋糕的紙盤 好 第一步呢 我們先找什麼 先拿一支筆 我們在這個中心點的地方 我們畫一個什麼 畫一個屎 這個叉叉 然後呢 來 拿剪刀 我們從中間呢 請看一下 從這個紙盤的邊緣 我們垂直圓周的方向 我們往裡面剪下去 剪到什麼 中心點就停下來 我們剪完這個半徑之後呢 就做一個簡單的動作 來 我們兩隻手怎麼樣 拿著剪開的這兩片 然後開始往裡面啊 慢慢的折 慢慢的折 不但的折 你會發現這個圓錐 是不是就跑出來了 好 我們最好調到什麼位置呢 調到我們的圓周 是能夠跟我們的寶特瓶 能夠緊緊的貼在一起 有沒有看到 這邊已經完整的貼在一起了 對不對 好 這時候呢 輕輕的把它拿下來 好 我們黏的時候呢 整片什麼 整片這個 跟我們的圓錐接觸的這個 紙片的位置 全部把它黏起來 以免它鬆脫掉 這邊是不是也會有一片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也把它稍微 稍微把它固定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要把它固定起來 對不對 好 那怎麼固定 好 我們家裡都有什麼 都有雙面膠帶 對不對 好 我們用這個 比較窄的雙面膠帶 然後呢 黏在哪裡 注意看這邊 黏在我們寶特瓶的底座的這個地方 最後呢 我們把這個蠟膜把它撕掉 好 這時候呢 把它緊緊的貼在一起 好 貼起來之後呢 把它壓一壓 好 把寶特瓶放好之後 往這邊捏 好 這個吸管的長度對不對 我們不需要那麼長 我們只要用到一半就好了 所以同學呢 小朋友就把它剪一半 剪一半 好 這時候呢 請小朋友注意看一下 因為我們要固定在哪裡 固定在我們的寶特瓶的什麼 寶特瓶的瓶蓋的這個位置 所以一定要把它壓扁 把它壓扁 好 壓扁之後呢 來 我們拿一條 這個 透明膠帶就稍微長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把它做一個 整個的完整的包覆 所以這時候呢 它才會比較固定 好 這黏好之後呢 小朋友發現 這時候 整個吸管的基座對不對 跟什麼 跟我們的瓶蓋 所謂的圓錐體的什麼 錐面的尖端的地方 它是形成一條直線的 那接下來怎麼做 我是要把我的什麼 我要把我的定 這個定向液怎麼樣 黏在我的什麼 吸管上面 好 那我的做法很簡單 我們用手怎麼樣 把這個吸管把它怎麼樣 把它壓扁 把它壓扁 壓扁之後 怎麼做 很簡單 我們用剪刀 從中間的地方把它剪開 好 剪開的位置到哪裡 剪成一半 好 你們發覺 這時候 是不是剪開成什麼 剪開成一半了對不對 是不是有兩片對不對 這兩片是不是扁平的 我現在再把它怎麼樣 從另外一個方向再把它壓扁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再把什麼 再把我們的這個蛋糕盤的定向液 把它怎麼樣 把它夾在 有沒有看到 夾在我的吸管的什麼 中間 好 那夾的位置固定的時候 什麼固定 是這樣子固定嗎 我們要把它 把這個位置要往下 把它固定在這個位置 好 那這時候呢 來 我們位置確定好之後呢 我們拿一段的透明膠帶 注意到不要太長 看透明膠帶 然後呢 把它黏起來 一半的吸管 黏貼在我們的什麼 蛋糕的紙盤上面 好 這邊也是一樣 重複的動作 最後呢 我是不是就把整個 我們的什麼 寶特瓶的風向劑 它的定向液的部分 把它完成了 好 所以整個結構體 那可是我們正式操作的時候呢 我們是要把它吊在哪裡 吊在我們的什麼 窗台上面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準備什麼 準備一條細的什麼 細的這個綿線 好 我們上次講過了 來 我們直接怎麼樣 把它繞過來 再同樣的也 再繞一個圓 那這個圓呢 跟這個圓之間是重複的對不對 然後把它怎麼樣 交錯在一起 這是我們上次跟各位介紹過 這叫做什麼 這叫雙套結 然後呢 從中間把它怎麼樣 穿過去 好 穿的位置呢 你可以做一個調整 好 注意 我們拉扯兩段 然後呢 注意看這邊 我們盡可能調整什麼 調整它的長度一樣 好 這個時候 調整好 注意 調整好我的懸掛點 跟我的什麼 定向翼 是跟我們的前面的圓錐 是在同一條直線 老師來解釋一下 這個整個所謂的寶特瓶風向劑 它之所以能夠跟我們的空氣 就是所謂的風 風其實就是流動的空氣 那為什麼能夠跟流動的空氣 可以產生同一個方向的什麼 這個關係 其實很簡單 當我們的氣流從什麼 從這個方向吹過來的時候 請你告訴我 這時候的空氣是往這邊推 對不對 結果往這邊推之後呢 這個定向翼 是不是跟空氣之間 會產生一個力量 好 因為整個風向劑 是固定在老師手上 所拉的這一條繩子上面 也就是說 整個定向翼會旋轉 是靠什麼 是靠所謂的力量 跟這個什麼 這個叫做支點之間的什麼 一個叫做力矩的概念 當氣流的方向確定之後呢 你看 當老師把方向轉過來 好 我們在拍攝的現場呢 老師的前面有一台什麼 有一台冷氣機 它有氣流從這邊吹過來 所以當老師把什麼 把風向劑往這個方向 請注意看 老師手中開囉 你會發覺 這時候是不是受到一個推理 往這個方向 那正式操作的時候 掛在屋簷上 假設說同學想 現在再測試一下 很簡單 把電風扇放在什麼 放在地面上 好 風扇打開 空氣 氣流的這個路徑上面 這時候我們再做調整 我就可以很確定的知道 當氣流是這個方向流的時候呢 我的所謂的什麼 這個圓罪的部分 所指的方向 就是我們空氣的流向 就是風的方向 所以這是一個叫做保特瓶 我們叫做風向劑的試作